现在我们调下一个照片过来 可以看到电脑已经自动识别 那我们下次再做的时候就不需要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就需要定位 下次因为你是用同样的在这个底图拍摄的 那我们直接点打开 打开一个这个图就可以了 拍摄了照片就可以了 好可以看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